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太太 谢谢 其他门俊贤在学校成绩怎么样 老实说 他的成绩 我并不是那么在意 我会找家教的目的 是想要找人陪他说话 陪他说话 我的工作较不容易 跟他说不上话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希望你能跟他做朋友 让我多了解他一点 请你帮帮我好不好 这除了说话以外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有弟弟吗 有 我相信你跟你弟弟的感情一定很好 是 这样就简单了 你也可以跟俊贤 当作自己的兄弟同样 俊贤他本质不坏 他只是 慢慢你就会了解了 俊贤 你回来了 那这又是谁 这位是妈请来的新家教 程老师 俊贤 你好 俊贤 俊贤 这位孩子怎么这样 程老师 真失礼 俊贤就是这样 总觉得 你是我请来要对付他的 没有给你好脸色 你不要介意 不会的 俊贤 程老师今天开始帮你上课 随便 陈老师 陈老师 麻烦你了 不会了 俊贤 其他收起来啊 收起来 听到没有 准备 俊贤 你好 我叫程清彪 你叫什么名字 关我什么事 俊賢 你在功課上有什麼問題 希望我怎麼幫你 你是老師 要怎麼幫我 你說咧 那這樣吧 你先把你的數學做一步 拿來我看看 來 自己找啊 我也不知道為我們帶回來 來 是啦 我看你還是另外找別人好了 這份套路 我可能沒辦法 陳老師 你是我找的第四位家教 無論怎樣 我幫你拜託 你一定要幫我打三天 大江? 俊賢 是我跟我先生的主子 三年前 他剛上初一 那两个阿妩就离婚了 虽然那时 军先生很不高兴 但感觉不出来 他有多大的反应 就在去年 他爸爸再婚移民到美国 他变得不爱听话 试试跟我对抗 功课变得一落千丈 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般 这个年纪的女儿 高兴都不胖了 所以我才会想要找一个男生的家教 希望跟他谈得来 最好把他心里没有的话都讲出来 说坦白一点 我是希望您可以做我跟俊贤之间的桥梁 对不起 我可能没这个点点 我是做业务员的 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看过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觉得你很忠厚老实 可是我们俊贤 哪里能跟你做朋友 这对他一定有帮助的 不过 你这就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那是他把你看成跟我失忆过的 对你有敌意 给俊贤一段时间 我相信他一定会改变的 这 这是我的名片 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好不好 好 俊贤 你准备好了吗 妈顺道送你去上课 俊贤 你听到了吗 那妈去上班哦 你要动作快一点 不要迟到了哈 俊贤 今天妈会晚一点回来 晚上你自己吃饭 钱我放在桌上哦 俊贤 真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今天可以早点下班 没想到 我昨天碰到一个重要的客户 要约我去吃饭 我推都推不掉 明天 明天我一定准时下班 带你去吃大餐 干脆不要回来算了 不是啊 阿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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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今天早点啊 对啊 今天没放假啊 你不用上课 学校那么无聊 谁要去啊 你自己都坐到外面了 又问阿神要去 也真好笑 来玩一场啊 来啊 我现在那么强 十八 你输了 老板再来啦 好啊 好啊 那你先啊 换我 十八 赢了 对 老板再来 快 俊贤 俊贤 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没去想要上课呢 老板 我继续押 输了你欠我两条 好 来 阿神 你不是要去上厕所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玩 他有在里面等你半天 以为你赌输要绕跑 怎么可能 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玩啊 敢不敢再来一局啊 好啦 老板 那你欠我的 我等一下再跟你拿 好 俊贤 赶快回去想要上课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哎 借两项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不认识 走了 俊贤 俊贤 词 还没有回来吗 俊贤 妈回来了 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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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去吃饭啊 可是这么晚呢 周太太 我脚中了,我是没喝错的 不可能 你去写不可能翘课 不会吧 去吧 俊贤,你回来了 吃饱没有 俊贤 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妈想跟你聊一聊 没空 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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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钱放在桌上 你自己去吃饭 我出门了 在关系 好 老闆 手癢 等一下再玩 好 阿誠哥 大寶哥 阿賢 想說你昨天輸那麼多 今天一定是多強 就是因為昨天輸了 今天才要贏回來 好 有氣波 讚 給他 好 陳清彪 有人找你 在哪 在那裡 謝謝 好 周太太 陳老師 陳老師 很累 那天你全天來跟我說俊賢的事 我對你的態度 很厲害 沒有關係 我原本以為 俊賢只是不需要討主而已 我想就說 一個旷課 再去搞那個派朋友 一個做母親的 那 就算看到今天的情景 我也是無法接受 你沒有進去找他嗎 我進去找他又能怎麼樣 罵他一頓嗎 他 這樣子會增加我跟他之間的衝突 我不會怪俊賢 你今天會這樣 我要付很大的一頓 是我束複他 這也不能怪你了 你工作這麼忙 這不是酒靠 工作哪有孩子重要 我以前就是沒有想清楚一點 想說多賺一點錢 讓生活過好一點就好 我現在要負起做母親的責任 把俊賢拉回來 老師 你可以幫我嗎 我 俊賢他需要一個好朋友 好榜樣 我覺得你最適合 但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恐怕會讓你失望 我知道阿苦你一個人是沒辦法的 從今天開始 我會回去好好陪俊賢 關心他 你也知道他對我的態度 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的 你幫我鬧三天好嗎 我也很想幫你啊 但 就怕心有餘力不足 你不用怕啦 你只要把俊賢當作是你的弟弟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你看俊賢已經撞球間 你會早來討在我 不要想你很關心他 俊賢他沒壞 他只是現在碰到困難 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幫助他 拜託你 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好了 不過這兩天我剛好期中考 等期中考結束之後 再開始可以嗎 當然可以 老師 謝謝 謝謝你 不會 謝謝你回來了 來來來來 吃飯囉 吃飯囉 謝謝你回來了 來來來 你看 那些都是你愛吃的菜 媽已經好久沒有煮了 不曉得味道拿捏得怎麼樣 你待會兒嚐嚐 我吃飽了 俊賢 不要這樣 你坐下來 媽有話跟你講 你坐下來 你坐下 以前 你不是很喜歡跟我聊天的 對不對 小學放學回來 你總是很開心 跟媽媽分享 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記得嗎 對不起 這兩年我實在太忙了 沒有好好陪陪你 跟你說說話 從今天開始 我會想辦法 每天準時回家 煮飯給你吃 還有放假的時候 我也不加班 你想去哪裡玩 我就陪你去哪裡玩 你不要再去撞球間 找那些壞朋友了好不好 學校已經寄替礦課動自單到家裡 你再不去上課 是會被學校退學的 還有 撞球間不是你應該去的地方 那些人 那些人也不是你應該要交的朋友 說夠了沒有 我不要你的關心 我不需要 俊賢 你知道為什麼我討厭去學校嗎 因為我同學都喜歡問我爸去哪裡 他們都說我沒有爸爸很可憐 還不就是你害的 是你把爸逼走的 我沒有 你每天都說你會回家吃晚餐 結果我跟爸都等到很晚 等到飯都涼了 你都還沒有回來 爸每天都在客廳等你 等到半夜一兩點都沒去睡覺 你根本就只喜歡工作 不喜歡這個家 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說 聽了又怎樣 你在乎過我的感受嗎 已經多少次了 你會講什麼我都會背了 要我講給你聽嗎 是媽媽不好 我願意改進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君賢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要 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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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一個小孩 從這邊走過嗎 沒有 到車子 沒有 боль 是你 自聆 和 是誰啊 不知道啊,我去看看喔 這麼晚是誰啊 不知道啊,我去看看喔 郑老師,軍情人不去啊 蛤? 謝謝 謝謝 俊賢 很晚了 回家吧 你是誰啊 關你什麼事啊 你媽找了你一個晚上 不要再讓她擔心了好不好 她只會給我錢 她才不會關心我 俊賢 天底下沒有不關心自己兒女的爸爸媽媽 你知道你媽有多著急嗎 這麼晚了你還跑出來 她多怕你會出事情你知不知道 不管你們吵什麼 回家再說 你少管閒事 你什麼都不知道 對 我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家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知道 就算你跟你媽關係再怎麼不好 你再怎麼樣仇視她 她還是把你當成她的心肝寶貝 因為她是你的媽媽 她很想拉近你們之間的距離 可是她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討厭她 不跟她說話 不想上學就翹課 一吵架就逃家 遇到問題你就逃避 你還怪你媽不關心你 你根本都沒有給她機會 你根本都沒有給她機會 或許你媽媽真的疏忽你了 可是她很想要迷補 你應該要告訴她要我怎麼做 因為你們是一家人 家人之間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那你去叫她把我爸找回來 當初是她把我爸逼走 現在她必須負責把他找回來 那你爸如果真的回來了呢 你希望你爸爸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吧 你爸爸要是知道你翹課 在外面鬼混她一定會非常失望 如果你真的愛你爸 就應該做一個讓她感到驕傲的兒子 不是嗎 你因為爸爸的離開 把所有的氣全部出在媽媽一個人的身上 你有沒有想過 你媽媽一個女人家 一邊要工作一邊還要照顧你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應該要幫她 而不是處處跟她作對 搞得家裡烏冤瘴氣 搞得家裡烏冤瘴氣 小時候我們家很窮 我的父母為了要讓我們過好日子 一直都很努力 可是卻做不到 他們常常為了錢的事情在煩惱 總覺得 對不起自己的兒女 但是我並不怪他們 因為我有看到他們對這個家的付出 俊賢 跟我比起來 你欣負太多了 我爸媽做不到你 你媽媽一個人都做到了 你還有什麼地方不滿足的 你媽媽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她絕對是愛你 只是方法不對 她說過她會改進 你願意給她一次機會嗎 你願意給她一次機會嗎 好好想想 想通了 我們回家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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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欣 妈妈疏忽你了 妈妈对不起你 君欣 君欣 妈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周太太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陈老师 不客气 妈 我 有什么话等会再说 肚子饿了吧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说实话 离婚半年 我有去找你爸 我求他回来 可是他跟我说迫近难缘 这是我生平受过最大的耻辱 我在想 你爸那个时候 应该有新的对象 你如果不信 你可以去问他 顺便帮我跟他道个歉 我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你为什么要去求我爸 我看到你那么不快乐 我不忍心 你不忍心 却忍心不管我死活 每天忙得不见人影 那是因为我不敢看你 你的眼神 你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 你今天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 可是我又能怎么样 你爸现在已经有新人了 我们的家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妈 你应该早一点把这件事情跟我说 我答应你爸 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你对你爸的印象 你已经失去一个完整的家 你不能再失去父爱 妈 俊夕 妈不好 是妈害的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误会你了 你原谅妈了 是我自己太不懂事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了